我没想到在中国中医药发展得那么好 因为在法国中医主要是针灸 所以说我在这里发现了中药的应用和它的重要性 此次来这里学习中医药 我看到中国做针灸的时候 医生会用很多手法去刺激病人 但是在法国我们没有那么多 我们只有把针放进去不够刺激 我受得很深的启发 我回去之后我要像中国这样给病人做针灸 四川是一个中医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首先当然要学中医的具体的技术和理论 这是我们来的第一的目的 因为有些东西它在国内学不到的 像实践的东西我们只有在这边来学 我们山州在医院 然后在学校 我们也去拜访很多有名的中医 我是希望两种文化的融合 而且我希望法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好的东西这方面的中国文化 请不吻 请不吻 感谢观看